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报》 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长 韩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究竟日本害怕什么 阿周退选了 日本原来就非常着急 原来他们在研究一件事 是什么呢 可不可以与中国搞好关系 喂 不是一直应该这样的吗 蛤 他就现在 全都在轮角 原来《日经》就说 现在他也很担心 要与中国搞好关系 不是一向都应该这样吗 我是不明白什么 拜登在这儿 搞好一些关系 不用害怕他的 不用害怕他 罵着我们 其实我觉得任何时候 始终 你都在对面海 虽然海也挺阔 但还是很近的 你想想一下以前 记得他们经常说什么 什么来中国学习 其实是好 当然那时候的 环境 各样的渡海 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都这么多人 可以派到人来学习 证明两个国家都很近 原来这样的 现在刚刚的消息 就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玉 在东京和日本外务次官 就是这位叫江野政敬 举行中日战略对话 并且也见到外上上村羊子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他们就害怕 害怕 阿祝走了 中国会搞我们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害怕的是中国 的确 这日经跟我们说一样 最害怕俄国 是的 始终跟他的争议 争端比较多 实际上那些 要去到动粗的程度 是比较多的 是的 没错 还有 有样东西 就是始终中国 都有很多日资公司 你知道 日本就跟了西方 有些日资都走了 还有 中国 和日本的共融 说真的 经过千年的大家一起 我不敢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是 始终 大家 都是融合得高的 当然日本 以前古代都学习了我们很多东西 所以 你说是不是真的会打起来呢 那么多日本人都打过我们中国了 但是 现在这个世代 日本的的确确 最怕不是中国 是俄罗斯 因为有领土争议 还有你不要忘记俄乌战争 之前西梅说 其实 俄罗斯不是想打在乌克兰 其实是想移动日本 想移动日本 但是 俄罗斯和日本 也都是有油田的合作的 但是你想着要一样东西 其实 俄罗斯是担住了 日本 的什么袋 是不是 能源的袋 能源的什么袋 那么 现在 11月大选 美日同盟 特朗普回来 会遭到破坏 所以日经 他们专家就说 中国 和俄罗斯 会受到鼓舞 因为日本看来 任期内一直团结 日本等等盟友的拜登 现在成为了 挥脚鸭政府 其实 在6月27号 灾难性的辩论之后 日本外务省 就立刻着手对拜登 推 究竟你会退选 真是 很想知道消息 并且开始和特朗普接触 当然他们也是聪明的 他们 就不单是这样 更加有和中国接触 因为上村羊子见 这个马朝鱼 都是很低调地见 很像媒体报的 很像媒体报的 当然 他现在都知道 咦 阿针回来 他不保护我们 哎呀 不如和中国交好一些关系 而且最好 就叫中国 俄罗斯 你帮我劝一下他 最好劝一下金仔 说真的 其实说到白 中国始终都是做个调停人 你看看 中东也是 现在 日媒都是为上村羊子 都希望 中国都可以 有中国隔一隔 俄罗斯当然是好些 不过 他们之前想着和 岸田文雄说 我想和普京谈 普京说我不和你谈 你想就行 你要乃清 想和习近平识饭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喂 拉伸更厉害 说到我见过赫金黎 一面之缘 将来他成为总统 我跟你说 如果他成为总统 你就永远见不到他 除非赦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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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正在乌大 坐正了 你没有机会见到他 不要经常想着 用ETM为一箭摆工 真是好笑 上川阳智 和中国的外交部门人员说 他说我们推进 是战略护卫关系 致力于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 还有稳定中日关系 其实在日本期间 马朝旭副部长 也和日中友好团体负责人进行交流 为什么他重视马朝旭 其实他不是政部长 但是上川阳智 是外相 其实如果按照大家评级的话 对等 其实上川阳智是不需要见他的 大家明白吗 是不需要见他的 当然 王毅是见布林肯的 因为 因为美国没有外交部 但是布林肯就是 外交最高的长官 当然 布林肯也见过习生 也是给他面子 也是重视他 其实上川阳智也是 其实是没有必要见他的 所以没有必要见部长 但是 都是要见 这样也好 说真的 调和关系始终比兵庸相见好 但是 当然你可以说他玩两手 正常的 这些国家全部都玩两手 始终他是美国盟友 原来 一位外务省的官员 就跟日经 说 阿租 可能 都是做不强的 说 一语成 特朗普四个字 美国优先 他不是不帮盟友 你交钱就帮了 哎呀 为什么不帮啊 我们是保险公司来的嘛 我们的服务很好的 不用害怕 对吧 21年的时候 其实拜登 和时任的首相监议委 在美国会晤 并且在联合声明当中 对涉台问题指手挖脚 岸田文雄21年上台之后 其实 美国加大了在 印太地区参与 日本就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2023年 开始 拜登和日韩领导人 两度在大卫营 举行了三边会议 当然毫不掩饰地针对中国 但其实现在南韩反而想降温 运石月 4月份的大败 我们也看到一件事 有时候外交 真的不能转移到内政 内政太严重了 对啦 内政太严重了 转不了 你想想 运石月面对的问题 其实跟日本差不多 而且日本 它面对的时间更加长 日本经济 南韩也是 老龄化 这个没得搞 还有 日本 我当你朝鲜也是你的敌人 其实日本 是三面敌人 如果你计算中国 你觉得中国是你的敌人 那么中朝俄 其实他最害怕俄罗斯 但是南韩反而没有面对俄罗斯 对呀 不过南韩 和中国的地理位置近 和朝鲜更加不用说连着 所以 为什么也要和解呢 还有 更加有人说 之后特朗普上代 欧盟 可能也要和中国关系搞得更好 你知道欧盟 很重要的 老讽 很难的 但是 两个选 你一是 就对着这个好抱怨特朗普 一是你就 对习生 两个都不对 可能 以老讽的脾性 那么 你自己想 对吗 不然 说真的 他对中国好一点 其实容易一点 不然最怕 特朗普会夹他上前车 喂 你对中国差一点 我对你好一点 交少些保护费 不如一样教 哈哈 美日共同联盟 强调欧洲日益增加的对华依赖 你记住 美日共同联盟 说欧洲 是风险来的 推动全球经济的关注 虽然日媒和官员对拜登任内 美日合作是大跨特卡 同时也承认 很早以前 日本政府就采取措施 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接触 应对特朗普2.0 比如岸田文雄 其实2023年就推动 任命 一个叫山田仲夫 称为 驻美大使 授权 与特朗普联系 其实 说真的 特朗普是一个好朋友的 执政治民党 记得谁 衰口臭 衰口臭 很喜欢动漫的 阿森太郎 刚才我想说安倍晋三 不过香了 香了 阿针和安倍都很友善 很奇怪 安倍和普京大大也很友善 还有今次看到 俄罗斯整个气氛 好像对阿针 现在的强势表示欢迎多很多 是的 有些朋友 回来了 当然 这个是否真的 我不知道 记得当时 俄国佬弄了一些 金色啤酒给他喝的 金色啤酒来自女士 来自女士金色啤酒给阿针喝过 日本执政治民党 的麻生太郎 曾经与特朗普会面 并且最终 在今年4月 大家是 很开心的 今年3月 其实 防止特朗普获胜 可能冲击美日关系 日本政府 原来 亦是准备 请 前首相安倍晋三 生前的英语翻译 叫做高美籍出生 原来高美籍 曾经 在和安倍 大家知道 安倍和特朗普见了十几次 原来 特朗普都当他好朋友 一起做翻译 所以 特朗普 你知道吗 称高美籍是什么 小首相 第二首相 嘩 是啊 小首相 大红没有到 大红就请他做小首相 虽然如此 但始终 换了人就换了人 拜登退选 日本外务省 官员立刻 在首相府 进入 被记者拍到 很紧张 外务省官员 跟日经说 哎呀 这个拜登政府 现在变成大笔脚鸭政府 所以日本应该 在拜登最后的日子里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看我 看我何感礼 虽然如此 虽然如此 其实我觉得他有些机会赢 我觉得他有些机会赢 有些 怎么说呢 有些 预先的部署 在日本方面也要做一做 对的 对的 买两边对的 买两边对的 等于台湾有钱的 两边的捐款 两边都不得罪 这个对的 在这个政治体制是对的 原来我们看看 九月份 还有一个大会议 知道是什么吗 九月份是什么 不知道 就是 特朗普出生的 纽约 联合国大会 期间 又是美日韩三边峰会 11月 20国集团 其实就是G10 亚太经合组织 也举行峰会 亚太经合组织举行峰会 是秘老 他们就觉得 哎呀 这个是习近平的主场 是习近平的 因为秘老和祝国关系好 又说到 别人的国家好像 是没有主权的 其实我们经常说 某个程度 日韩也是没有主权的 你防武交给美国 其实欧盟也是没有的 你防武交给他 你敢跟他做相反的事吗 除了一些 小打小骂之外 大方向你不敢 你敢不敢突然之间 支持我 当然不会 不敢 之前说是减通胀法案 电动车报铁那些 还好笑 没有了一回事 一定是帮欧盟争取 其实 那些伤害比中国电动车大 出口到欧盟好多的 车企 那里有着数 去那里 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德国的电动车 那些电动车 依然比中国电动车 在德国 根本是他们做事 当然是跟美国佬 冯德莱 我觉得他是实质美国人 在美国住这么多年 什么都跟美国 什么都不敢放一个 之前说得很大 哎呀 我一直谈的 争取利益 争取什么 真是争取利益 就是 麦克隆和 索尔茨 他真的有谈 就比较硬了 当然他也成功当选 李强也是 有俗学当选 这个也很正常 是吧 各个国家领导人 他也算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 欧盟压头 那原来 这个日经就觉得 中国和俄罗斯 都是朱二十 和 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国 日本 需要根据美国局势变化 利权衡 对华进行对话 他说的就是对华 就知道俄罗斯 不理他 所以上川阳子 为什么 都要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再说一次 其实是不对等的 因为他始终是正的 上川阳子 但是他也见了副部长 其实就有很多东西 应该是说了 很多东西 那未来几个月呢 当然 这个日经的说 中俄可能利用 日美之间 有列限 那就 开始出手了 究竟做些什么 说真的 我就不明白 他没有说 近年日本政府不断 和美国政府勾连 在涉华问题上指手画脚 并且 企图联合制华 其实 中国卫加部法人也指出 美日关系不应该针对他国和损害他国利益 不应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 是 是 保持冷战思维 搞小集团 的这个做法 坚决反对 是制造和激化矛盾 损害他国 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言行 今天日本 其实台海就比较多 南海也有说 南海也有说 另外还有一宗新闻 就说一下他的企业 原来日经也报了新闻 那些黄友就很开心 但是你看回 日经就开心不起来 为什么 又是跟世界倒转的 原来日本 制铁公司 新日铁 决定今年 夏天 20年的合约结束之后 退出中国 保降股份的合资企业 保降日铁汽车版有限公司 BNA 这个计划 将全部股份买回给保降 双方合作长达十几二十年 亦是中国钢铁工业 现代化进步的象征 改革开放之初 其实也挺好的 改革开放之初 新日铁 在上海保降工厂 建设 技术引进 人才派宴 以及 培训 彼此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帮助中方 提高了 在钢铁生产技术同时 也开拓了自己中国市场 其实 他们主要客户 为什么 这个不是好事 他们主要客户是什么 就是自己 日企 在华的品牌 丰田 日产 本田 等等 日本汽车製造商 就是他们的客户 但是这些汽车 在中国卖得差 现在 因为他们 是 现在 顶着中国本土电动车製造商 都挺辛苦的 所以 新日铁就认为 很难在 中国大陆再次扩大业务 计划将投资资源 集中在美国和印度 保港也说了 已经批准 用17.58亿人民币 收购 收购 入方正下来的股份 之后 这个BNA 就成为了保港全资子公司 即是没有了日资 当然 日本离开了 其实他离开 是真的看不到他的将来 因为电动车 打得很厉害 他离开的话 完全是放弃了之前打下来的 降山 一滴不漏 是的 我在塔州 偏远农迁 居然看到比亚迪 落图 而且他挂塔州车牌 这么遥远的地方 他也有了 是吗 当然了 我觉得电动车 你就可以说 翻转全世界了 始终是能源概念转变的 一杯奶茶 看来就说得大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